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指点 关于联合杠杆系数的衡量 前面经营杠杆系数衡量经营风险 财务杠杆系数衡量财务风险 联合杠杆系数自然就衡量的是总体风险 看下面的表述 说由于固定性经营成本和固定性融资成本的共同存在 而导致美国事业变动力大于营业收入变动力的杠杆效应 即为联合杠杆效应 就这么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两个方面的答案了 第二方面固定支点在哪呢 固定经营成本以及固定的这个融资成本 这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联合杠杆 第二个 它分析的是哪两个指标啊 分析的是美股周易和营业收入 那就是分析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变动关系 就相当于把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综合起来了 好了 这是就这么一句话解决了两个问题 下面我们要解决的是它的计算公式 首先第一个呢 是定义公式 定义公式 就用刚才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表述 用美股收益变动百分比 再是一个营业收入的变动百分比 当然了 对于我们的联合杠杆来说 它很重要的是整体风险 整体风险里面就有经营风险 就有财务风险 所以联合杠杆细数 就等于经营杠杆细数 再乘以财务杠杆细数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是先计算出经营杠杆细数 计算出财务杠细数 然后一下 联合杠杆细数就出来了 看下面的提示 通过联合杠杆细数 公式管理层 在一定的成本结构 与融资结构下 能够估计出营业收入的变动 对美股收益造成了影响 那是啊 根据这个 是我们就可以得出来吗 那么管理者呢 对营业收入的调整 相对比较容易 咱俩分析一下 你调整了营业收入 那我们这个美股收益 到底怎么变 他们之间的关系 咱就用联合杠杆细数来表示嘛 好 往下走 我们看它的第二个提示 通过经营杠杆 与联合杠杆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利于管理层 对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进行管理 就为了控制 某一联合杠杆细数 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 可以进行不同的组合 啥意思呢 说的是 对这个企业来讲 希望企业承担一定的风险 为啥 因为我们第一章曾经说过 富贵险中求啊 企业存在的目的 是为股东赚钱 是为了盈利 你不承担任何风险 那对不起 这个盈利就太低了 所以 我们说 企业呢 需要把整点风险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畴 但是呢 也不能太高 对吧 太高了 管理层晚上睡不着觉啊 半夜就怕鬼敲门了 其实呢 我们就需要 风险过低 我们调高风险 风险太高 我们拉低风险 怎么说呢 不就两个方面吗 一个是经营 一个是财务 经营风险比较高 降低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比较高 降低经营风险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对于 这个联合杠杆来讲 它的推导公式 也简单说一说 对于联合杠杆来说 它的推导公式 应该是 用边际贡献总额 再除以边际贡献 兼固定经营成本 兼利息 兼税前优先国的股息 所以你看了 它的固定支点 有固定经营成本 有固定的利息 有税前优先国的股息 都作为它的一个支点了 好了 我们下面 把这些计算的结果 计算的公式 稍作终结 我们现在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了三个杠杆 我们分析的是 两个指标之间的变动关系 总体来说 这些三大指标 第一个是 营业收入变动力 第二个是 稀罪前利用变动力 第三个是 美股收益变动力 当然营收变动力 这块如果单价一样 那就是它的销收量 对吧 但是它的业务量 那下面 稀罪前利用变动力 再除以 营业收入变动力 这叫什么名字 两者相处 这叫做 金银杠杆系数 那美股税的变动力 再除一个 稀罪前利用的变动力 这叫啥 这叫 财务杠杆系数 下面 用美股税的变动力 直接 再除以一个 营业收入变动力 这又叫什么系数 对了 这叫联合杠杆系数 那么 这不就是我们的三大 定义公司吗 联杆系数 那么接下来 这叫做这个推导公司 同学们也应该要有所关注 经营杠杆系数 编辑贡献 我写在这 编辑贡献 除以编辑贡献 减固定经营成本 财务杠杆系数呢 哎呀这样写 写得太复杂 它应该是 财务杠系数 EBIT 再除以EBIT 减去利息 减去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一定注意是 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好了 下面 联合杠杆系数 编辑贡献 再除以 编辑贡献 减固定经营成本 减固定的利息 减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这这样工事 一定要会压 好了 但对联合杠杆系数来说 我们往往不这样算 这样算太麻烦 早算呢 把经营算出来 把财务算出来 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 一相成 联合杠杆系数就有了 对于这些PPT 同学们当然需要把握 来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说 经营分子贡献器 财务分子利润中 什么意思呢 经营杠杆系数 它在经计算的时候 分子就是边际贡献 而财务杆系数 在经计算的时候呢 它的分子应该是 稀税前利润 所以分子确定 第二个 分母费用各自算 分母呢 都是用分子 在减去 我们的固定质点 固定质点 我们 经营杠杆系数 它固定质点 固定经营成本 财务杆系数固定质点 那就是利息和税前优先国的股息 所以啊 最终股息转换 这是个关键咯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的 相关题目 首先单元题 16年的单选 说 财务公司2015年 美股的收益是一块 经营杆系数1.2 财务杆系数1.5 如果2016年 美股收益想达到1.9 根据杠杆效应 几营收 应该比2019年增加多少 同学们一看 我们的分析对象 是美股收益 和营收 请问 回忆一下前面的三个杠杆 哪个杠杆 两端参数 一个是美股收益 一个是营收啊 对了 那一定是联合杠杆 那么对于联合杠杆来说 它又等于多少呢 这道题没直接告诉 但是对我们来讲 太轻松 建议杠杆系数1.2 财务杠系数1.5 两则相乘 我没算错的话 1.8 是吧 这是联合杠杆系数 那么联合杠系数 它还有定义公司啊 美股收益 EPS的变动百分比 再除以营业收入的变动百分比 这就等于1.8 他说啊 我们2016年美股收益 想达到1.9 好 原来呢是1块钱 15年是1块 想达到1.9 那美股收益增加了多少 增长率是多少 增长率 那不就是90%吗 对吧 美股收益增长率90% 你马上就把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给你倒就倒出来 90%除以1.8 应该是得到50%选A 这是联合杠杆系数 两个计算公式都进行了考核 一个呢是经营再乘一个财务 一个呢是联合杠杆系数的定义公式 来 我们看看下面这条题 13年的单写 联合杠杆可以反映什么 联合杠杆可以反映总体风险 可以反映两端参数 一个呢是营收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美股收益 所以联合杠杆可以反映 营业数的变化 对美股收益的影响程度 像C 看起来都是考文字 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考我们的计算公式 你把联合杠杆系数的定义公式都记住了 那C能出来吗 一定能够出来 好了 我们看下面的两道主观题 第二道题 17年的计算分析题 说 甲公司是一家上手公司 目前的长期投资资金来源包括 长期借款7500万 年利率5% 每年复习一次 5年后还本 优先股30万股 每股的面值是100元 票面股息率8% 普通股500万股 每股面值一块 为了扩大生产金规模 需要筹集资金4000万元 有两种筹集货可选择 第一个发债 怎么发 平价发行 面值1000 票面利率6% 期限10年 每年复习一次 到期归还本金 这方案一发债 方案二呢 方案二是发股 按当前美股市价16元 增发普通股 不考虑发行费 好了 目前公司年销售收入呢 是一个亿 变动成本率60% 除财务费用外的固定成本 除财务费用以外的固定成本 这位是我们的固定经营成本吗 为2000万 预计扩大规模以后呢 每年新增销售收入是3000万 原来是一个亿 后来又新增3000万了 变动成本率不变 除财务费用以外 固定成本新增500万 原来是2000万 又新增了500万 变为了2500万 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5% 来看一下它的要求 它的要求 123丸丢税 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结算追加筹资前的经营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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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边际贡献等于4000万 那么第二个参数 我们来算一下 它的吸水潜利润EBIT EBIT 不就等于边际贡献总额 再减去 固定经营成本 A告诉是2000万 A固定性的经营成本2000万 再来我们的EBIT算出来 那应该是2000万 好别着急 参数我们全都确定出来 第三个 它的利息是多少 它说长期借款是7500万 前面一致条件 长期借款7500万 利率是5% 再长期借款的利息算出来 375万 其实数据还差一个第四个 优先股 它的股息 我们要算税前 那么优先股的股息怎么算呢 前面说 我们总共有30万股优先股 每股的面值是100 所以30万股再乘一个100 又告诉优先股的股息率是8% 这是优先股的股息 它和前面的借款的利息 口径相同吧 不相同 因为它是税后支付 所以我们要消除这样的不相同 再除以1减25% 把它换算为税前 来 我稍微算一下 三千 再乘以点0吧 再除以点75 算出来 320万 好了 这些参数算出来 上面的三个系数 轻松加愉快 不费摧灰之力 首先 经营杠杆系数 用边界贡献4000万 再除以税税前利润2000万 等于2 财务杠杆系数 税税前利润2000万 再除以2000万的税税前利润 减去利息375 减去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看哪 算出来多少 来 简单一算 2000 再除以2000 减去375 再减去320 算出来 1.5326 1.5326 好了 那么 这两个系数都已经搞定 经营 再乘以财务 我们的联合杠杆 这不就出来了吗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行了 第二个要求 计算方案一和方案二 每一股之一无差别点的销售收入 并计此呢 这是选择 哎 他们一定要注意啊 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 我们算的每一股之一无差别点 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税税前利润 我们算的是销售收入 这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在这道题目当中 有优先股 有优先股 一定一定一定 别忘了优先股 好了 我们假设 每一股最无差别点的销售收入是S 我们看一下方案一 方案一 它的美国收益怎么算呢 它的美国收益S 再乘以 它说 变动成本率为60% 所以S乘以 E减60% 得到我们的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 还得减去固定经济成本呢 那么固定经济成本是多少 诶 头们一看 它说 新的方案实施以后呢 这个固定经济成本 还要增加500万 原来的固定经济成本是2000万 现在又要增加500万 行 新的固定经济成本是2500万 做啥 这就是我们的税税前利润 再减去 我们的第一个方案 所涉及到的利息 利息是多少 原来有利息 375万 再看方案一 平价发行长期债券 面值是1000元 期限10元 票面利率6% 我们总共筹集资金要是4000万 按面值发行 我们就需要发行 面值为4000万的公司债券 所以 我们增加了这部分利息 那是4000万 再乘以 它的票面利率多少 诶 票面利率6% 这方案一 不就增加了增加了这个利息吗 这啥 这我们的税前利润 在税前利润数上 再乘以 一减25% 考试的时候 直接乘以 0.75都行 这是我们翻译的净利润 在净利润数上 还要减去优先股的股息 多少啊 320%吗 不对哦 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净利润了 你减就要减 真正的优先股的股息 那是3000万乘以8% 减240万 这是方案一 它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然后再随一个 普通股的股数 普通股的股数是多少 由于我们的方案一样 是找人借钱 所以普通股的股数 依然是500万股 这是方案一 它的美股收益 咱就算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计算方案二的美股收益 对于方案二的美股收益来说 咱也可以按照刚才的输入走吧 来 S 销售输入 乘以1减60% 再减去 新的固定的经营成本2500 这是我们的稀罪潜利润 那么有了这个稀罪潜利润 再减去 再减去我们的利息 对方案二来讲 干嘛呀 方案二是发股啊 所以利息还是原来的375 就这个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计算得出 它的税潜利润 税潜利润再乘以1减25% 得到净利润 减去240万 得优先股的股息 前面是净利润 后面减 那税后优先股的股息啊 那么再减去 再除以 普通股的股数 多少啊 原来是500万股 方案二 它说 按市价16元 增发普通股 我们总共筹计的资金 4000万 再除以 16块钱 这不就是增加的 普通股的股数吗 好了 这是方案二 它的美股收益 方案一 方案二的美股收益 都列出来 中间给它加个等号 以解放城 就行了 解放城 就OK了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个团说 好像我们这个计算设置 不是这样啊 注意 它把这儿的优先股 这320 这320是 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所以就干脆 提到税前去减 行吗 行 那如果说 你税后减的话 就是240 税前减的话 那就是320 好 方程列出来 接这个方程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 第二个要求的第一部分 这种算出来 每股收益 无稍微跌 所对应的销售收入 9787.5 当然了 有个团说 我能不能这样干 直接设一个EBIT 把这个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的 税前利润算出来 再倒推这个销售收入 那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没问题 那么扩大规模后呢 公司的销售收入 是1.3个亿 大于了 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的销售收入 小股大债 所以我们选 债务投资 咱就选方案1 发行公司再选 这是要求2 下面 要求3 基于要求2的结果 计算筹资以后 经营钢杆系数 财务钢杆系数 以及联合钢杆系数 重新要计算 刚才 我们的第二个 结果是 选择方案1 选择方案1 那不就是我们的 债务筹资吗 来 我们依然 把四个参数 先算出来再说 第一个参数 计算 编辑贡献 编辑贡献 多少啊 追加筹资以后 我们要增加 3000万元的销售数 原来是一个亿 现在要增加3000万 那么新的销售数 那就是1.3个亿 再乘以 1减60% 这样 我们追加筹资以后 编辑贡献算出来 来 13000 再乘以 点4 等于5200万 好了 这是编辑贡献出来了 第二步 计算 稀碎显利润 我还是稍微写一下吧 这等于5200万的编辑贡献 再减 注意 现在我们的固定性经营成本 2500万了 2500万了 这样算出来 来 EBIT 2700万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计算 所有的利息 那么利息用哪些 利息 原来 有375万 方案一 又发行了 面值4000万的公司债券 票面利率 多少 6% 所以我们 整体的利息 375 加上 4000 乘以 点06 算出来 615万 当然 第四步 税前 优先股 得股息 刚才我们算出来 320万 好了 下面 有了这些参数 杠杆系统的计算 那就是体力活 经营杠杆 DOL 等于 1 边界贡献 5200 再除以 税前的人 2700 这算出来多少 我还是稍微一算 52再除以 52 再除以27 等于 1点 保留两位小数吧 1.93 1.93 那么 财务刚刚系数呢 税前的人 EBIT 那是 2700 再除以 2700 减去 总体的利息 615 再减去 税前优先股 股息 320 来 2700 算出来 那应该是 1.53 好了 那现在 这两个参数都算出来了 联合杠杆系数 你能搞定不 先计同们一定能够搞定 1.93 再乘以 1.53 最终 得到 2.95 好 这道题 到此 也就 结束 欧了 这是 17年的 考题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去年 22年的 这道 计算分析题 说上市公司 目前 长期资本 包括 长期借款 是8个亿 合同的利率 4.5% 每年 复习一次 到期 归还本金 优先股 是500万股 每股的面值是100元 消灭股息率 7.5% 这个股息 每年支付一次 普通股是6000万股 每股面值1块 公司每年营收12个亿 固定经营成本4个亿 变动成本率 50% 现在 对这个公司来讲 针对投资新项目 需要筹集资金6个亿 新项目预计 每年产生的 薪税前利润 是8000万 看下面 现在有两个投资方案 第一个 平价发行6亿元的优先股 每股的面值是100元 消灭股息率 8.8% 注意 每个季度 是付一次股息 不是一年 反而 发行25万份 25万份公司债券 期限五年 票面价值是1000元 票面利率 3.6% 每年复习一次 倒计还本 发行价960元 同时 增发普通股 3.6个亿 百大西数1.25 看到别大西数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了 对吧 无风险报酬率 2.5% 市场平均报酬率 10.5% 企业所得最税率 25% 假设 不考虑发行费用 等因素的影响 来 看 1233个要求 尽量拿全分 第二个要求 计算追加筹资前的财务杠杠西数 只让你计算财务杠杠西数 那么对财务杠西数来说 首先 EBIT你要算出来 西数以前利润怎么算呢 他说 我们现在 总体的收入 是12个亿 每年营收12个亿 12个亿 我就以万来表示 就是12后面四个亿 这是12万万 再乘以 1减变动成本率50% 这啥 这是它的边际贡献总额 再减去 它的固定基金成本 固定基金成本多少 4个亿 4个亿 所以再减去4个亿 这样得到我们的 稀税前利润 前面算出来是6个亿 减去4个亿 稀税前利润 那一定都不用 计算器 两个亿 那行了 单位是万元 好 接下来第二步 接下来计算 固定的融资成本 那个固定的融资成本 那不就一分为二吗 一 利息 利息是多少 他说长期借款 是8个亿 8个亿 再乘以 4.5%的合同利率 这不是利息吗 利息算出来 应该是3600万 第二个呢 是优先股的股息 优先股的股息 你们别忘记 要换算为税前了 你看 他说优先股500万股 每股的面值是100元 票面股息率7.5% 所以我们的优先股啊 它应该是500万股 再乘以面值100元 优先股啊 总共的面值 那就是5个亿 再乘以票面股息率7.5% 好 因为是优先股 税后支付 转换税前 再除以1-25% 来 这个税前优先股的股息是多少 5个亿 乘以 0.75 再除以 0.75 这实际上 稍微转换一下 5000万 好了 固定的 融资成本这块呢 我们就直接一相加 总共是 8600万 下面 财贡根本系数 你能算出来了吗 可以了吧 税税前利润 2个亿 再除以2个亿 减去 8600万 好了 算出来 2个亿 除以 2个亿 减8600 1.75 好 这样呢 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搞定 1.75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要求 就算追加筹资方案 1和2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注意 这第二个要求 我们争取的对象是 追加的这个筹资方案的方案 1和方案2 这两个方案各自的加权平均 和我们之前的资本有关系吗 没关系 同学啊 就想吧 之前的资本拿过来 和咱们方案1和方案2 再结合起来 算一个总体的加权平均 你没法算 为啥 这个加权平均呢 我们往往要用市场价值 比重的一个确定 你之前的资本 知道市场价值吗 不知道啊 之前的很多资本 我们只知道 它的一个账面价值 所以在这儿 千万别弄错了 他问的是 追加筹资 这个方案1 和追加筹资 这个方案2 这两个特定方案 它的加权平均 当然对方案1来说 又比较简单 为啥 因为对它来讲 就使有一种筹资方式 发行优先股 当然 说简单 说简单 咱们这块 还得出一个小细节 它是每季度支付 一次股息 所以呢 咱们就 用1 加票面利率 8.8% 再除以4 再来个4次方 然后减1 做 不就是我们方案1 优先股 它那个资本成本吗 咱方案1啊 只有这样的筹资方式 所以 这个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即为方案1的加权平均 方案2 方案2 5万份公司债券 发行25万份公司债券 发行价是960 那么对于公司债券这一部分 到底收了多少呢 公司债券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加 可以稍微加25万份 再次应该960 所以这一部分公司债就获得了2.4亿的资金 然后呢 我们的普通股 普通股 它说3.6亿元 直接筹刷3.6亿元 所以普通股啊 它的一个市场价值 那就是3.6亿 所以首先啊 你要把这两者的权重给搞定 所以公司债 从市场价值的角度来说 公司债 是占40% 我们的股票呢 占60% 好了 这两者权重确定 债440% 股460% 下面我们要计算他们的个别资本成本啊 这个公司债来说 它的个别资本成本 哎呦 不太好算 咱们一分为二分两步 别着急分两步 第一步 我们用到期税率法 算出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为R 怎么列出 现金流出的现实 对于现金流出的现实 进而计算折现率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发行价960 站在投资的角度 这是现金流出的现实 这等于 未来现金流出的现实 未来 它的票面价值是1000元 票面价值1000 票面利率多少 3.6% 然后呢 再乘一个 年金现实系数 则仙率R 它是五年期 期数五年 这是利息的现实 这样看 这样看 利息的现实 再加上 本件的现实 1000 再乘以 负利现实系数 则仙率R 系数呢 为五期 这就需要投资本 自己来解这个方程了 对吧 首先你用哪一个来试误啊 要我说 咱们就先 用5%来试误 因为如果说 你这个地方用3.6%的话 那刚好这就等于1000 由于这个地方 现金 流出的现实是960 所以这个折现率 一定大于3.6% 所以上来呀 要我来做 我就直接 用5%来进行个事物 因为5%和3.6%之间 它们的差异也不大呀 好了 这样呢 甭管你有什么方法 反正这个R 能够确定出来 R确定出来后 我们要算税货啊 别忘记哦 细节 R再乘一个1减25% 经过这两步 我们债务的资本成本 搞定了 好了 那股权的资本成本 又怎么算呢 对了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做简单 用什么 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哎 做到简单了 前面告诉说啊 这个无风险利率 是2.5% 2.5%再加上 β系数1.25再乘以 市场平均的收益率 前面说10.5% 对吧 再减去无风险收益率 2.5% 这样呢 就把这两部分 一 权重搞定 二 个别资本成本率搞定 这一加权 这不就行了吗 一加权 哎 这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 当然了 最后的结论要写出来 由于方案2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会更小一些 所以 就选择方案2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要求 基于要求2的计算结果 计算追加策子以后 它的一个财务管系数 哎 同样的思路 再走一下 它的财务管系数怎么算 首先 第一步 把西岁潜利润 EBIT算出来 他说啊 这个追加策子以后 我们的西岁潜利润 增加了八千万 是吧 新项目 西岁潜利润增加了八千万吗 原来我们有西岁潜利润 两个亿 现在增加了八千万 所以西岁潜利润 增加到了 2.8个亿 当然你用E来做单位 也行 无所谓 都可以 但是单位别带错了 对吧 你前面是28000 你带个E 哎呀 那就错了 哎 单位别错 单位一定要带 并且不能带错 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要计算 这些固定的融资成本 固定的融资成本 有哪些呢 第一个 之前的利息 3600万 它是不变的 再加 再加之后的利息 我们翻二 翻二 既有股又有债 所以会增加利息 发现了25万份公司债券 它的票面价值呢 是1000元 票面利率是3.6% 所以再加上25万份 再乘以它的面值是1000 再乘以3.6%的票面利率 这就是我们利息这块 利息这块 这不就有了吗 对于优先股来说 它依然是前面的 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我依稀记了 算出来好像是5000万 对吧 好了 这样呢 我们设计了固定性的融资成本 就搞定 每天说 这个地方不还有 这个普通股吗 跟普通股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为啥 普通股 它所产生的普通股的股力 并不固定 不能形成这个固定的融资成本 所以基于此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涉及到的 关于固定的融资成本呢 那就应该是 这三个部分相加 3600再加上5000 再加上新产生的 这个公司债券的利息 25乘以1000 再乘以 036 最终呢 这是9500万 好了 这样 7岁前的 2.8个亿 再除以 2.8个亿 减去 9500万 算出来 1.5135 这个数据搞定 1.51 保留两个小数 行吗 好 这是咱们这条题目 谈到这条呢 我们这条题 就到此结束 这条题结束 我们整个第八章 资本结构的相关内容 就接近尾声 我们把这一章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咱的第八章 资本结构 涉及到三个小级 第一级 资本结构的理论 这一刻问题 我们MM理论 有税的 无税的 四个图 一定要做到 心中有图 下笔不慌啊 对吧 这是 咱的 无税的 MM理论 那么有税的MM理论呢 我这个图画出来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代表了什么样的结论 咱们下去 自己梳理 那么有税的呢 那个图是这样的 第一个图 企业价值 这样的 第二个图 资本成本 这样的 是吧 这图啊 一定一定要搞定 那么 其他理论 还有权衡理论 要考虑 利息抵税收益的现实 还要考虑 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实 还有代理理论 就要考虑 债务代理成本的现实 还要考虑 债务收益的代理现实 那么下面呢 是优序融资理论 八个字 先内后外 先债后股 行了 对我们到第一节 下面第二节 资本结构的决策 我们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这个呢 我们一看都能明白 对于决策方法来说 每股税 无差别联法 以及 企业价值比较法 对这两种方法 至少课堂上听得懂 课下 再把课堂上 讲过的题 拿回来做一做 自己能够完成就行了 下面杠杆系数 这条杠杆系数 我们 经营杠杆系数 财务杠系数 以及 联合杠杆系数 每一种杠杆系数 自己问自己 三个小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 固定支点在哪呢 经营杠杆的固定支点 是固定经营成本 财务杠杆的固定支点 是固定的融资成本 包括什么 利息 优先股的股息 联合杠杆呢 那是前面两个的固定支点 都拿来作为它的固定支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两端参数怎么样啊 这两者一相处 这就是我们的经营杠杆 这两者一相处 这是我们的财务杠杆 这两者一相处 这是我们的联合杠杆 所以两端参数 这不出来了吗 第三个 计算公式要熟练啊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八章 关于资本结构的相关问题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